天气变冷了 只有蜈蚣捕食还依旧凶猛 其他猛虫们都略显高冷 兄弟们 天慢慢变冷了 我在北方 然后呢 现在没有暖气 这些猛虫们吃东西 也不是很积极 我们来看白西侯 他肚子这么大 明显是要褪皮了 不吃东西也能理解 海格丽丝 躲在黑暗中 我用杜比亚勾引他 竟然不为所动 平日里捕食最积极的冻穴狼猪 也变得没有了食欲 更有甚者 像梦化兰巴布 不光不吃 还对我发起了攻击 刚搬到新家的红绿城 看着是很漂亮 但是就是不吃东西 也不知道跟谁学坏了 最最让我无法接受的 就是这只HP蓝腿巴布 不光不吃 还脚踩在食物上 羞辱食物 哎 终于到所罗门了 你也不吃吗 哎 对嘛 这才乖 别看这只所罗门个头小 但是捕食起来 还是很凶的 抓住都比亚之后 拽都拽不动 我们再来看红龙 给他喂一下 这家伙前阵子刚吃过 来个杜比亚 这真是生扑呀 这家伙吃东西太猛了 非常凶残 这家伙爆出杜比亚 毒牙不断刺穿 太凶了 我把红龙蜈蜈蜈蚣拎起来 我们看一下 这就已经开始吃了 而且蜈蚣吃东西的时候 很有意思 你怎么摆弄他 他都不会生气 他只管吃 我给他放下 放手 好 不过想想也是 蜈蚣这么大体型 吃几个杜比亚 真不算翻量大 得嘞 我们再看黑龙 黑尖角 给他问一下 吃吗 我问你 你听个声音 各自各自的在响 哇 黑龙太帅了 兄弟们 你们看 全身漆黑啊 然后他的脚 是尖角的这种 像剑的这种 花丸 当食物被蜈蚣锁定之后 我们是很难抢走的 太帅了 好 那就让这个家伙吃吧 我们就不管了 看下一个 这是一条普通尖角蜈蚣 来 试一下它 这家伙追着杜比亚咬 硬是从下面把它捞了上来 叼在嘴里 尖角推磨了 大家注意听这家伙吃东西时候的声音 咯滋咯滋的 总有小伙伴问我 什么猛虫比较好养 其实蜈蚣应该算是最好养的 饲养蜈蚣最最需要注意的 就是要有水盘 水盘里边要有水 环境呢 干土是土都可以 他们捕食凶猛 发量大 比较皮实 本期视频就到这儿 待会儿健康 我们下期见